大陆对台最高层级官员国台班主任张志军 在6月25号的28号将来台访问四天三夜的时间 而现在行程也曝光了 25号抵达台湾的第一时间 他就会在桃园跟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进行第二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 而26号的时候会拜访新北市 27号跟高雄市长陈局会护 28号到台中彰化 傍晚的时候离开台湾 只是他人还没有到 学运领袖林非凡已经下站帖要求辩论 队委会表示大陆国台办已经注意到相关讯息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评论